俄罗斯和乌克兰向来不合,特别是在东乌克兰问题,爆发之后更是如此。 如今原来属于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也在俄罗斯的控制制下,这个导致乌克兰和俄罗斯关系的一场紧张,而在周日白天的军舰对峙事件有了新的发展,之前的相互碰撞最终导致焦火。 在这次的冲突中,乌克兰出动的是两艘小型炮艇,而俄罗斯方面的舰船的多位就相对大了许多,乌克兰虽然在苏联时代就拥有建造大型船舶的设施,但是如今的乌克兰海军却没有什么大型舰船, 事发当天乌克兰两艘套艇和一艘拖船与俄罗斯军舰发生了对峙,双方都指责对方进入了自己的领海,俄罗斯还出动了卡52武装直升机来施加压力。 乌克兰方面指责俄罗斯海军入侵了乌克兰的领海,而俄罗斯海军则指责乌克兰违反国家吧,并且进入了俄罗斯控制的水域,对于白天的对峙到了当地时间,晚上有了急剧的变化。 俄罗斯军舰与乌克兰军舰也有了交火,俄罗斯特种兵主动驻取了乌克兰三艘舰船的控制权,俄罗斯的行动是在利用直升机在野间进行的,在白天的时候俄罗斯军队已经使用直升机,对于当时的状况进行了监视,俄罗斯采取的军事行动导致一艘乌克兰炮艇失去了动力,另外有一名乌克兰选手受伤,在白天的冲突发生之后, 乌克兰和俄罗斯各执一词,乌克兰宣称当时乌克兰的两艘炮艇和一艘托船正在前往乌克兰的一个港口,而俄罗斯方面宣称乌克兰的舰船入侵了俄罗斯的领海。 实际上双方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争端由来已久,乌克兰方面始终不承认俄罗斯对于克里米亚的主权,这也导致双方在克里米亚附近海域的归属的分歧。 俄罗斯特种部队在夜间果断出击直接夺取了乌克兰三艘舰船的控制权,这是乌克兰海军所没有想到的,而且这是最近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海上少有的冲突。 从俄罗斯的行动看,这是其战斗民族一贯的作风,也体现了俄罗斯军队彪悍的一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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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